youtube123 latex真簡單 哈囉各位宅蟲朋友大家好我是傻喵 那我們讀完第二課和第三課之後呢 你就可以自己做出像這樣子一份文件了喔 你就可以做自己的數學作業了 那我們第二課呢要教的是怎麼樣去寫這個 粗體和寫體字還有這個底線等等的文字 就是內文的部分 那大家先不要管這個數學式子怎麼寫 我們下一張節會教喔 那我們先來看 我們這一課呢會講粗體寫體底線怎麼做 然後靠左靠中靠對齊怎麼做 這都只要按一個按鈕就好 當然你會用打字打出來的話會更容易 然後再來是我們會講一下什麼是註解 那好那我們現在回到這裡 我們首先請大家做一個功課 就是準備一個就是上次我們第一課的時候 有寫過一些文件 文件裡面的這些資料 好就是毫無內文只有前面的 document class article 然後 begin no indent 然後end document 這些資料的東西 這個文件請大家準備一個然後把它存起來 那我們每次要寫一個的時候 請大家養成一個好習慣 每次要寫的時候開一個新檔案呢 你就來到前面你存好的這個裡面 這個文件裡面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進來新的檔案把它貼上 哎呦幹 再一次 複製C 然後貼上 欸為什麼是這個 靠北 為什麼我明明就按C了 好 好我貼上了 好 那大家存這個之後 存這個之後呢 用這個東西來寫 大家請做好這個習慣 因為你以後 未來呢 你這裡的資料 這邊前面的資料的那個文件內容 會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 你不可能每次都自己寫一個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教怎麼樣寫 這邊的粗體字 寫體字 還有底線的文字 很簡單 大家看到這邊有一把按鈕有沒有 BIU這些 就是粗體字 寫體還有底線的這個用法 那大家 你看哦 如果只要按粗體 這裡會跑出一個 text bf 那我把中間點點 中間有一個點點 把它點點複製起來 然後改掉 比如說 欸欸欸欸 好 那 換行 接下來 斜體很簡單 然後 bbbbbb 底線呢 OK 那打完之後 存檔 存檔 存在 存檔好之後 按F1就可以來看我們剛才打的東西 好 這樣就出來了 出體 斜體 底線 好 那 當然 嗯 當然 你除了用按按鈕的話 你如果每次都要用 你要一直按按鈕也很麻煩 你也可以直接記上面的這個 這些 文 這些 這些命令 譬如說出體就是 text bf txt bf 然後 括號 A 然後 txt 如果你每次 常常都要用的話 你就直接這樣打 這樣就會快很多 底線是underline 嗯 ccccc 好 那 同樣的 同樣的在那個 製作 靠左對齊 靠中對齊 靠中對齊 這也是有按鈕可以按的 吼 比如說 靠左對齊 它會出現一個 begin flash left 跟 begin flash left 呃 end flash left 中間點點的部分就可以取代成你要的字 比如說 left 然後 接下來呢 嗯 靠中對齊 一樣點一下 center 然後 center 呦 然後 靠左對齊 一樣 點一下 嘟 right ok 這樣子呢 你會得到一個文件 left center right 分別是靠左 靠中 靠右對齊了 嗯 嗯 那 很簡單 那再來最後一個是註解的部分 如果你看別人的文件有的時候會跑出percent percent 然後 比如說打一串數字 I don't know know w sorry 手很冷 所以打很慢 這樣子打出來之後 在percent後面的地方的文字呢 你看會變成灰色的 而且更神奇的是我們按 F1 預覽之後 ㄟ 什麼都沒有改變 就算把這複製 複製 複製很多次 再按預覽 還是一樣什麼都沒變化 你如果把它貼到前面的部分 嘿 或者是貼在這裡 一樣什麼都不會改變 這為什麼呢 那是因為這串 只要你寫在percent後面的文字 在那一行裡面呢 這些文字都只是個註解 註解的意思是說你只會在打字的區域 也就是這個text文件裡面呢 才看得到 所以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打一些 就是 你不想要讓它編譯出來的時候 被別人看到的東西 可以寫在這裡 最後呢 底線這些東西呢 有一個進階的用法 大家可以看到吼 這裡是粗體 但到這邊變成粗體兼斜體了 同時要兩種字體存在 要怎麼用呢 很簡單 我們在你如果又想要粗體 又想要斜體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 複製起來再按一次 這個是粗體 再按一次斜體 它會變成兩層的 引號相加 那這樣子這裡面的字體呢 就同時又有粗體又有斜體了 讓我們來看一下 最前面 這個AAA 它A跟下面A字體不一樣 它已經變成斜體了 就是這樣子用出來的 那所以呢 我們這個文件前面的 theorem format theorem 這個東西很簡單 就是這麼大的 這個 txt 首先是粗體 所以 txt bf 大括號 theorem 然後 這裡呢 出現了斜體 所以 txt it 斜體 然後 format format theorem 好 因為前面有兩個大括號 所以這裡也要兩個大括號 這裡少了一個點點 好 我們接下來編譯出來 按F1 我們就得到了 得到它了 theorem format theorem 好 就是這麼做 非常簡單 那 大家 就可以來謝謝看 這些字體囉 那 記得看下一課 下一課我們要教怎麼樣寫出這邊的數學算式 接下來大家就可以寫自己的作業了 大家掰掰 掰掰